根据德国联邦政府网站19号公布的最新清单 德国再次向乌克兰交付了22辆暴式坦克 以及3辆裂暴式防空坦克 其中暴式坦克的交付属于德国丹麦两国联合计划的一部分 此外 乌克兰还收到了德国移交的6万多枚 155毫米口径炮弹和100万发轻武器弹药 据报道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德国是仅次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第二大供应国 截至目前 德国已经向乌克兰输送了超过52亿欧元的军事物资 约合人民币410亿元